第一屆九泰杯全国跆拳道团体锦标赛 15 16号接连两天在新竹市体育馆点燃战火 打破以往单人对战模式也不以量级区分 在三回合内以团体模式轮流上场参战 选手需要运用更多策略 以快横准快速进行攻击 展现全新比赛风貌 以往看到的都是一对一的两个的三回合的比赛 但是这次是一组就是一个team就是五个人 你可以应用很多的技巧 那个教练的派对看是要上市对上市还是上市对下市 这个样子的一个交叉运作的一个来配 很多的技巧性的配合 打起来是很紧错的 就没有在那里等了 就是上去就一直攻击 都是攻击很多 这会使我们的台前道的选手 更多的攻击 主动攻击 会跟以往不一样 每位选手在进行三次的有效攻击以后 教练就可以进行换人 迅速换上状态最好的选手 一上场就积极抢攻 展现猛烈的踢腿攻击 九泰杯主拜单位 希望借由首次举办的全国性团体赛 增加选手们的攻击性与求胜欲望 一改过去保守的攻击策略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